小伙伴们 上开啦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到球组的同行的面积 平行四变形被分成了甲乙饼三部分 以至乙饼饼的面积少九平方厘米 要求的是这个平行四变形的面积 同学们 要求平行四变形的面积必须知道底层高 那现在我们的关键就是要求求它的高 那同学们观察乙跟饼它们这两个上行是不是相同的高 那么为啥乙饼的面积 为比饼的面积少九平方厘米啊 那是因为饼的这一条底比饼的这一条底少了二厘米 现在老师在饼的这一条底这边取一条四跟它一样的底 然后画一条辅助线下来 好 那同学们看一下 现在这一块三角形的面积跟这边这块三角形的面积 它们是等底的 它们还等高 因此这两块面积是一样的 那我们饼饼少的那部分面积就是后面这个三角形它的面积 那这个三角形的面积就是九平方厘米啊 好 三角形的面积知道 三角形的这一条底可不会求 那这一条是六 前面这一段是四 所以后面这一段就是六减四等于二厘米 好 这个三角形的底是二厘米 这个三角形的面积是九 那么它的高怎么求 那就等于面积乘二除以底 所以用九来乘二 再来除以二 就可以求出它的 它的高就是九形 这个三角形它的高啊 就跟这个平行四边形的高是一样的 那平行四边形的高之大 平行四边形的底可不求 那就是四加六 那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就是底层高 所以用四加六的和乘九 求出来它的面积就是九十cm的平方 同学们 你听懂了吧